欠债风暴雪上加霜!秀琴夫妻惊爆债务纠纷在天一桩!居然连这些人都是受害者!网友,良心何在? 陈志远老婆林秀琴近日遭媒体连环爆料,欠债不还,被郑女提报借了近50万元,其中38万元还有借据,大嫂团Vicky也跳出来指控,对此,秀琴喊冤表示,不懂直播酬劳怎么变成欠债,还寄存证信函要告她防害名誉,郑女见状怒枪, 他们真是对诈骗夫妻,我已被其证据,是非对错我们法官面前说清楚 报道指出,负责外场的高女在餐厅打工两个月,第一个月有领到薪水,第二个月因餐厅结束营业,薪水因此也没领到,期间高女曾私讯问陈志远可否还钱? 当时陈志远回应也正为钱烦恼,之后不但薪水定不到,传简讯给陈志远也已读不回,最后陈志远还封锁她的讯息,让她所讨无门感到很无奈 而除了外场两名女员工外,另一名被击欠一万一千元薪资的员工,则是陈志远的亲戚 大嫂团成员秀琴近日遭媒体爆料欠债不孩,被正女替报借了近五十万元,其中三十八万元还有戒据 16日大嫂团成员之一,演员曲中恒老婆Vicky在脸书发出两点声明,强调秀琴跟自己的债务托致现在都没有处理,似乎不想再忍 对此,名嘴杨浩如,艺人陆元旗,王思佳以及刘宇柔都在该发文底下按赞或留言 Vicky坐实就秦遣债的两点声明一出,名嘴杨浩如与艺人陆元旗都为该篇脸书文按赞 王思佳,王思佳则使用私人脸书,直接贴上一张长辈图,上面写著,做人,一定要有良心 富贵算什么,人品财值钱 刘宇柔也贴上一张复古MV图,歌词写下,啊,我问你,啊,我问你,你的良心到底在哪里 两人贴图记忆有所指,又不失逗趣 欠债事件 夫妇俩频繁参加综艺节目,例如恒熙来了,马马同学会 2010年代前期,林秀琴因参加综艺节目机会 与金友庄,陈维玲,洪百荣,Vigu,屈仲恒七,等五人称为黄金五嫂 林秀琴因为黄金五嫂,人气开始飙升,压过了老公陈志愿 林秀琴性格大喇喇,任何话题都有得聊,毫不并为的讲话风格成为不少综艺节目的常客 成名后和老公陈志愿曾在花莲开过烧烤店,营运不佳收调后又在台北花博开园住民餐厅,设于台北花博美食区 但店面狭小有人潮汐少,为求升级换菜色,加新硬体,连续三年赔掉三百多万 2018年3月份爆发林秀琴债务黑洞事件,遭有人证女士报借38万台币不孩 林秀琴则反击称师拿通告费十千百条,后条字被人改写成借据,反控对方诈欺 并表示自己赚很多不缺钱 然而两周后万情大迷转,郑女士拿出过网line对话记录,可见秀琴曾在复日旅行前在机场向郑女调头寸,同时多次借钱 甚至小额三万元也在借,并讽刺自己的经纪人小伟抽成很多却不反向借钱给他 之后,侯雷大嫂团的区中横妻子Vicky也突然发难,指控林秀琴开店期间要求他入股20万元 但从未见过财务报表,之后要求退股被拒,后就被告知20万元都没了 他按指林秀琴侵吞他的20万,既然昨日在媒体表示自己赚很多 要求还款或是拿出经营财务流水来澄清 始发后一个月内原餐馆的两名服务生和会计,也出来指控当初倒闭前最后半个月薪资没结 每人也才台币几千到一万之间,但陈志远夫妇只表示自己也缺钱,就将电话拒接一年多 而媒体见到后数天林秀琴就迅速联络他们把钱还清 参考来源